Yo,What's up, guys? 欢迎来到VN的硬核视频 Sandy Monroe终于开始拆解Plat版的Model S了 他手上的这台车是靠卖贴纸众筹来的 不得不说老爷子真的学坏了 拿到车呢,就开着全美到处转悠 找各地的粉丝面积,搞各种见面会,参加各种活动 就是不提拆车的事情 几个月过去了,他的粉丝们都抱怨前期太长了 也有大V忍不住,说他开着别人的车不干正事 前段时间他终于开拆了 但进度很慢,拆小块更新一个视频 拆小块更新一个视频 老爷子也学会水视频了 我的频道之前也做过一个Model Y的拆车系列 就是围观他的拆车 结合我自己的理解和搜集到的资料 讲解特斯拉的设计,制造思路 当时我也是全网第一个 为大家深入介绍了特斯拉的热泵 那今天这个拆车讲解系列也正式回归 我不会拘泥于Sandy Monroe的拆车 我这里不缺干货 为了确保内容的Super Dry 近段时间我啃了大量的专利 准备了大量的资料 包括Lucy Air的拆解 很多东西你们在别的地方是看不到的 全网读一份 那大家要做的就是看到最后表示一下支持 好吧,老铁们请把好久不见打在公屏上 我们开始 大家猜一下这是什么 这是新款Model S屏幕倾斜调节功能的机械结构 之前特斯拉曾经宣布拥有这项功能 但在实际交付的时候 屏幕却是固定的 不能做角度调节 Sandy Monroe团队拆解发现了 这个功能的机械结构是存在的 并没有减配 只是缺少了控制角度的马达 大家可以看看它是如何运作的 这里用了一个电钻代替马达的作用 这个洞就是调节的窗口 通过这个点的控制就可以实现屏幕的翻转 它也找来了类似型号的马达 大概就是这么个东西 大家看到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结构 可以实现比较精确的电控制 虽然现在缺少了两个马达 现在只能算是一个隐藏功能 但未来很容易就实现更新 这块显示屏的背面其实也是铝珠键 只是简单的做了喷涂 这里可以看到明显的喷涂区域 这也是特斯拉控制成本的思路 材料足够的厚到 喷漆可以省点钱 反正是在背面 我们再来看一下新版的Model S的仪表台 这是定位销 非常的粗大 相比Model 3的这个要结实很多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仪表台的整体是一个混合结构材质 混合了玻璃纤维 不锈钢等材料 是一个混合包裹的结构 它的主体是不锈钢 有一些地方还采用了塑料和碳纤维结合的工艺制造 这是个全新的设计 带我们来看看Model 3的仪表 采用美铝铸造的横梁 在这个横梁上可以挂各种的附件 整体的造价成本其实要比Model S的高 这就有趣了 要知道Model S是一款定位更高端 价格更贵的车 但经过全新的设计以后采用了更便宜的材料 但重量和强度都得到了加强 我们再来看一些盖板的设计 之前需要检修打开的时候是卡扣的设计会非常的麻烦 Model S采用了非常巧妙的磁吸设计 问大家一个问题 如何最直观地了解新能源车企的综合实力呢 之前在我的节目里跟大家说过 新能源车的先进程度 最简单最直观的就是看一下前备箱尺寸 就可以知道了 这是一个最容易忽视 也是最考验各个厂家综合能力的地方 这是Model S的前备箱 这是保时捷TICAN的前备箱 这是TICAN拆开盖板的样子 实际上还是比较乱的 有很多的走线类似于传统的油车的布置 虽然它有一个小的前备箱 但跟特斯拉的差距还是不小的 这是ID4的前备箱 这是宝马最新的RX的前备箱 堆满了东西 这可是一款大尺寸的纯电SUV 代表了宝马的最新技术了吧 却连前备箱都做不出来 而且它的后备箱也不算大 但一说前备箱 肯定就会有人跳出来说不实用 反正特斯拉有的 他们没有就是不实用的 事实上前备箱只有用过的人才知道有多好 比如说有的车位比较小 停好车后备箱就没有办法打开了 有的车位比较窄 从后备箱拿东西 要么不好走 要么就是蹭了一身灰 大的东西根本就是拿不出来的 大部分人还是习惯倒车入位的 车头朝外 有前备箱就能够避免这些尴尬的情况 同时你把玻璃水 工具 以及一些日常不可描述的物品 放到前备箱 这样一来便于取用 二来在你打开后备箱的时候 就不会被人一眼就能看到 所以买的菜 钓的鱼 外卖 这种有味道的东西 放前备箱 就不会污染整个车内的空气 再来就是 开车自驾小长途旅行的时候 后备箱一般都塞满了大件的行李 前面就可以放一些常用的物品 零食啊水啊充电插头啊等等等等 那翻后备箱找东西的经历 大家都有吧 太费劲了 前备箱对于旅行真的是太适用了 燃油车没有前备箱是因为车头被发动机 变速箱散热系统水箱给占满了 只有在一些发动机后置的跑车上才能看到前备箱 像这样肯定是要被淘汰的设计啊 所以是油车设计的惯性思维使得这个小地方的设计需求 没有得到重视 再加上油车司机的惯性思维 让前备箱的使用频率没有发挥出来 既然前备箱那么好 那应该所有的新能源车都拥有前备箱了 事实是只有特斯拉等少数机款车的前备箱比较大 其他品牌大部分新能源车都没有前备箱 这是为什么呢 很多的车还是秉持着传统的思维甚至是有改电的平台 我们先来看看大部分的电动汽车前机舱里面有什么 一般电动车的前机舱布置分为上下两层 上层布置整车的控制器 电机控制器 高压电气盒等部件 为了方便检修呢 下层布置减速器 电机 真空罐 电动制动真气泵 水泵 以及空调压缩机等部件 特斯拉是如何做到这么大的前备箱的呢 特斯拉的前备箱内部是怎样的设计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Sandy Monroe老爷子的拆车 首先把盖板都拆开 然后取下置物箱 可以看到这个前备箱要比Model 3 Model Y的大很多 内部还有一个植容材质的内胆 整体更显高档 当然这个植容材质也是有作用的 可以显著降低箱内物品的噪音和震动 卸下几个螺丝就可以取出储物箱 这就是最新的Plat版Model S的前机舱内部的构造了 跟Model Y的类似 但集成度更高 要知道Model S是有空气悬架的 需要安置更多的设备 比如控制泵 气罐 还有为了匹配Plat版电机的性能 车体和悬架也是要相应的加强 然后新版的Plat版Model S的热泵热管理系统 为了配合更高的性能 经过了全新的加强 更强的性能意味着瞬间的发热更多 需要更强的热交换管理能力 所以散热器以及风扇扩大了一倍 大家从下面可以看到这个散热器有多巨大 但尽管如此 新版的Model S跟老版的前备箱尺寸 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这是如何做到的呢 这就是高度的集成化加天才的设计 我们知道特斯拉的文化是工程师的文化 对于工程师来说 天才的设计是真正的浪漫 他们会非常自豪地留下一些小心思在他们的得意的作品上 比如为作品取一个特别的名字 或者画一个特别的图案 就像之前热泵上的大章鱼 I'll Super Bottle Super Manifold 叫超级屏 特别是那个吊炸天的Made on Earth by Humans的标签 虽然都藏在内部 平时没有人会看到 可是只有拆解构研究的人才会看到 但这就是工程师的浪漫 这次拆开新版Model S的前备箱最引人注目 这根特别的横梁就很特别 它叫做Super Beam超级横梁 我们看到特斯拉的工程师非常自豪 还贴了张标签 上面还有个笑脸 虽然这可能是制简的时候画上去的 但这根横梁的设计真的真的非常聪明 在它上面挂载了很多的设备 起到了一个支架的作用 而它的本身又是一个非常坚固的横梁 起到了类似防轻感那样的增强车体机构的作用 同时它又是空气悬架的器官 这就是特斯拉的思路 同一个东西拥有三个以上的功能 特斯拉就是用这样的思路 把每一个零部件的功能最大化 将高压器件与动力电池集成 电机减速器电机控制作为一体的设计 特斯拉还将落后的千酸电池换成了锂电池 进一步的节约了空间 大大降低了重量 我们可以看到特斯拉的前电机 基本位于前轴之后 这位前仓腾出了不少的位置 把前电机尽量布置在前轴以后 轴盒分配也更合理 也提高了车辆的操控和稳定性 同时腾出来的空间 不但可以作为前备箱使用 还可以增加车辆意外碰撞时 溃缩的空间 使得整体更安全 当然这样的设计这样的做法 很多厂商是不屑的 前面说了 特斯拉有 他们没有 就是不实用 他们会说 有些元器件放在机舱里 检修起来才方便 放在前面更好散热 不容易坏 高级程度零部件是少了 但容易坏 坏起来修起来贵 都是这样 其实当年的诺基亚和黑莓 也是这么说苹果的 然后 然后他们都消失了 前备箱至于电动车 就像当年要不要把实体键盘 做到触摸屏里面一样 很多人认为 能做到特斯拉那样的前备箱 只不过是提升了集成度而已 这就片面了 要做到如此大的前备箱 是对车的认知 以及对设计 对理念的颠覆 是从更高的维度 去思考电动车的设计 是电车制造的真正趋势 特斯拉追求的 不只是集成度高的设计 而是聪明的设计 如果集成度高了 可靠性就下降了 更容易坏了 那就不能叫做集成度高 更不能说是聪明的设计 连合格都称不上 另外我还想纠正一个观点 就是把各种设备堆在机舱下 有力散热这一点 热这个东西 你把它看作是废物 那它就是废物 把它随便散掉 但特斯拉看到的是能量 是能量就应该回收利用 特别是冬季 这部分能量非常可观 这就是特斯拉能量利用率 非常高的原因 特斯拉专门针对这些部位的能量 再分配发了先进的热管理系统 相对集中的散热 更利于把这部分能量搜集起来 更可以减少或者说 简化热管理系统的设计 简化车内管线的布置 可以说好处很多 所以这样的电车也是应该淘汰的 其实不只有特斯拉是这么做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更为极致的Lucy Air的前备项 Lucy Air拥有业界最大的前备项 号称其容量是全部竞品有商的总和 那它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这就是Lucy Air的内部设备布局了 可以看到它的思路跟特斯拉就非常的相似 同样尽可能的做集成化和小型化的设计 之前我介绍过它拥有 体积更小功率却更大的高集成电机 它拥有跟特斯拉一样先进的电气化设计理念 虽然它没有特斯拉的热泵 八项控制法 但这也为它节省了一部分空间 加上能量密度更高的电机 然后把所有的设备都尽量的向前轴的位置靠 它的压缩机更小 可以纵向放置 同时它的排气扇安置在上方 在座舱的外部也节省出了很大的位置 这样就创造出了神级的前备箱空间 所以做前备箱并不容易 真的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需要重新思考电车的布局 当然你也不可能为了造前备箱 就把后备箱都堆满 压缩了后备箱的空间 我们知道特斯拉和Lucy Air的后备箱的空间也是巨大 所以以这样的设计理念去做设计以后 就可以获得一个核心的优势 就是小车体大空间 车体可以比同级的燃油车更小 内部空间却比更大的燃油车大 还可以把一部分的余量留给降低风阻系数上 这样车体小了 风阻系数优化了 降低了重量 效率更高了 增加了前后部的碰撞吸能空间 还更安全了 这才是特斯拉的设计精髓 这才是智能电车的真正趋势 那些把电车设计的越来越大 还黑前备箱没有用的厂商 需要更新的是认知 你先有能力造出前备箱 再去黑前备箱不使用 不可以吗 说了那么多前备箱的好 那特斯拉的前备箱是不是就是没有缺点了呢 其实是有的 出于安全的因素 我们知道 高速行驶的车辆会产生很大的气流 对前备箱的锁死机制的设计造成大的挑战 如果在行驶过程中 前机舱盖意外打开了 它将阻挡驾驶员的视线 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前机舱盖锁的设计 特斯拉是比较保守的 而且是机械的 不能自动开启 这就极大的限制了前备箱的使用频率 但其实这个设计是可以改进的 我们来看一下Lucy Air电动前备箱 太方便了 这个开启的方式看似不起眼 但真的是一个痛点 绝对是刚需 希望特斯拉能够改进一下 好吧 今天带大家看了新版Model S的一些设计的变化 通过之前大家可能都觉得不起眼的前备箱 为大家揭示了特斯拉Lucy Air的最新设计理念 喜欢这个拆车系列 喜欢听我讲干货的朋友 记得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 不要错过更新 老规矩 点赞留言 走一波 也可以转发给你们的朋友看 因为没有你们的支持 这也许就是最后一期 OK 我是你们的Win 这是一个专注于高品质生活的科技类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 Peace